现在我们来到法门寺 法门寺遗址 走 我们去法门寺看 这可是唐朝的皇家寺院 浦光明殿 浦光明殿建于1939年 仿清建筑 所以法门寺其实它只有一个遗址 什么都没了 后来都是后建的 这个地宫是真的 真的 都是后面新建的 对 全后面新建 大熊八点都是后建的 新鲜展展的都是 还剩国旗呢 在我们去法门寺博物馆 石鼓设立 之前那个是叫头顶设立 对 法门寺博物馆 就它出土的一些地宫里面找到一些东西 这就是出土的佛 佛舍利 玉冠寺 这是水晶关 这才是白玉冠 这是水晶关 刘金四十五尊 造像 银宝寒 所以放在这个里面的话 大的里面 放在那个铁匣里面 这铁还没了 一个小的套大的 大的一个套 一个更大的 你看到好棒 白玉冠 如来 大日金刚 一个一个装着这个宝 宝贝舍利 宝贝 四个 这是第三枚 我们去看第二枚和第一枚 一枚有三枚 七个套盒套起来 再加上他自己一共是八重 对 第四 第四枚 佛职舍利 就装在这里面 应该是最二位的 这一层 这个塔的外观 这些雕像 它的说明 它都有 彩绘的菩提树 才会的菩萨 这就是佛图 这就是佛图 一级一级的 这里就是法门寺的佛光大道 对 就后面它打造的 其实离这个还蛮近的 中间那个就是像那个两个手 捧着那个阿玉王塔 你看嘛 里面就装着舍利 对 这个盒子就是之前的那个什么 三级浮屠 对吧 浮屠塔 救人一命 甚至好七级浮屠 总算明白这个啥意思 就是你造一个 多高到最高级别的塔 还不如救人一命呢 太远了 嗯 佛光大道果然宽啊 哇 据说从那大门走过来 是一点几公里 哎 果然啊 挺累的 现在而且在半路上就累了 对啊 走全程的 这边有一个佛雕群 全各种菩萨的造型 哇 雕刻的微妙微笑 栩栩有甚 哎呀 胜利 再往 这好远啊 这里才是佛祖的舍利 存放点 没有 核实 舍利塔 谢谢 谢谢 arkarkank Например